Hello YouTube,我是Jason,今天又回來繼續玩這個Montem World 今天這條影片說什麼呢? 大家有玩這個Montem World的話,都應該有留意到 你去到很後期的時候,你做裝備 動一下都要三萬至五萬Janny左右 才可以做到一件裝備或武器 就像我最近在玩敵人一樣,我合上去這個要三萬二千 所以合上去下一個要五萬六千,所以錢是非常重要 網上有很多不同的教學,但我昨天打完一個任務之後 我拿到一件新的衣裝,就是這個 沒錯,就是這個,這個導略衣裝 說明欄在這裡,攻擊大型魔物時可使現金兌換率高的道具掉落 首先如果你要拿這件導略衣裝的話 你要去自由任的五星任務 自由任的五星任務,它會有一個叫最強、最恐、最棒夫妻的任務 HR9以上,其實正常應該是你打到HR9、HR10左右 已經可以拿到這個任務,但我就是很遲才做 所以我去到現在已經是爆機之後 HR解放之後,我才做這個任務 你做完這個任務之後,就會拿到剛才那件導略衣裝 我們馬上來示範一下,這件導略衣裝有什麼厲害 我們找一隻大空柴龍來試一試 這個超級下位的關卡 我們進到這個關卡裡面,這個大空柴龍的關卡 其實一開始我們走出去 這邊這個位置應該就已經會看到大空柴龍 有沒有意外 因為沒有記錯,它會從這邊走出來 我們在它出來的時候,我們穿著這件導略衣裝 開始打它就可以了 你打它的時候,就會慢慢看到它有些道具會掉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大空柴龍 不是大空柴龍,是這個導略衣裝打怪的時候 會掉出來的道具,那些道具就可以用來賣錢 看到它了 看到它之後,就可以穿上這件導略衣裝 之後就開始打它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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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你 不要走 我的特殊裝備一會兒沒有 一會兒沒有效果 不要走 死肥仔 不要走 我一會兒沒有效果 我一會兒沒有效果 我一會兒沒有給大家看 一會兒 在旁邊偶利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等一下 那這個呢 為什麼要打大空柴龍呢 因為它實在很容易打 它實在是太容易打的關係,所以我們是要來虐待它 OK,搞定了 好了,搞定之後 記得大家要收拾這些東西 這些大空柴龍的掉落物 大家看到我們收拾了一些缺損的輪片之類的 還有最後我們還要刮它 掉出來的東西就不只有缺損的輪片 缺損的輪片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大空柴龍的輪這個 就是它本身自己會掉出來的東西 還有我們還記得 我們還記得 我們完成時間2分45秒 主要是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我走錯路 我走到不知哪裡去找它 我們任務報酬全部賣完 這些4340元 4340 然後再加這個 這個賣完 這個我也不要了 再加40元 然後任務報酬就是980 暫時我們現在賺了6360元 我們回到兩個據點之後 我們去出售這裡 我們賣這個在道具箱裡賣 它會在這個素材裡面 這個素材通常一定是放在最後的 我們剛才打了14個輪片回來 14個輪片我們可以賣到7000元 沒錯 再加7000元 總共13360 即是我們剛才一個這麼簡單的任務 只要我們穿著這件道略衣裝裝去打 我們就可以打到13360元 所以賺錢是挺快的方法 好了 為了測試多一次 我決定我要再打一次 看看我們第二個回合 可以賺到多少錢回來 剛剛大家聽到我一直在說 Janny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的錢 貨幣單位是Janny 這個Z字頭的那個字 對 我們呢 第二回合 我們要確定我們有這個道略衣裝 當然是要 大空殘龍是會從這個洞裡走出來的 我們在這裡撥他 他應該從這裡走出來的 對 對 看到他了 好 穿道略衣裝 之後呢 就開始鎖他了 OK 不要走不要走 不要走不要走 喂 誰讓你打我 誰讓你打我這麼大膽 誰讓你打我這麼大膽 最後一刻嘔不住 浪費了 其實我不是想轉 我不是想 不過隨便吧 好了 總之我們呢 之後就要收拾東西 大空殘龍的浪漫 我們繼續收拾他 看看我們這個第二回合 可以賣多少錢 看看可以 第二場我們全部出手的時候 是賣3670 然後報酬金 照舊1980 剛才我看到我好像收拾了一些大輪片 沒錯 我們收拾了七個缺損的輪片 這個呢 可以賣3500 然後七個大輪片可以賣到拆錢文 這次這個回合我們是賺了16150 是多於上一次的 今天拉回平均你當一次15000 左右 但是時間是非常短 非常簡單的一個任務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這個掠奪衣裝 去試一試賺錢 這個遊戲裡面 去到後期要合裝 真的需要很多錢 好了 今天這個簡單試用和示範 這個掠奪衣裝 在一個最下位的大空殘龍的任務上 一次可以賺多少錢 是非常快的賺錢方法 但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是其中一個方法 OK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記得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再次再見 noi